就是这个很多层次的东西 我就是听到就越越欲试 不如我刺你一刀试试看 你再给我杀下去 你再给我杀下去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之日文清净小剧场 我是冠豪 我是丽萍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半 我们夫妻准时陪你 纯聊天 嘿 今天是 2020年的倒数第二天 12月30号 这一年真的是 不知道中了什么邪灵 真的很可怕 对真的很多鸟事 对啊 然后真的好多人离开 真的 就是各种年纪的都有 你知道跟我一样姓傅的一个钢琴大师 就是我们傅家永远的就是 非常就是重要的艺术家 就是傅聪 傅士宗亲会 对傅聪是一个中国的钢琴家嘛 他过世了耶 你看2020年只是他最后几天都不肯放过 干嘛你以为他到明年1月2号才死 他会比较好吗 不是我是觉得很可怕 就是说好像他也是因为那个新冠肺炎 对啊 就是其实真的很难过啦 因为因为他真的是算是 你知道他是怎么样厉害吗 他是第一个中国人 就是得到 肖邦钢琴大战 哦就他 对 而且他是像阿格利希啊 譬如说有些钢琴 就是我们国际性的大师都说 如果要听肖邦的精髓 要听傅聪 他是我们华人的骄傲 哦原来如此 真的 嗯 所以真的 嗯 哎 好 这个之后有机会再聊聊他的事情 还有就是他给我的启发吧 这一年啊 就是怎么说呢 当然就是有很多高潮迭起的事情嘛 对 可是大部分人都觉得蛮低迷的 特别是因为疫情开始之后 几乎就是一整年 都是蛮紧张的 那我们台湾是非常非常幸运 就是大概就是在上半年的时候 特别特别紧张 那时候口罩也买不太到啊 然后就是 进出任何地方都会非常的担心 嗯 然后我们都戴起了口罩嘛 然后就是各种不方便啦 但后来就是慢慢的疫情 获得控制之后 是台湾哦 哦对 全世界会越来越越演越烈 对对对 就是在就是我们很像平行时空一样 就是有慢慢的控制下来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很快就是阻挡了 外面的外来客嘛 对就是现在大部分都是那种 呃那种 不是本土病例是外来的病例嘛 额境外移入 对就是慢慢就是有很多 就是后来发生的那些病例 通常都是境外移入的 所以就是感觉起来会比较 放心就是啊 大部分都是可以被隔绝在外的 所以台湾就是 我们真的是 呃度过了很多次让人很担心的时刻 我们是never never land 你知道国外都说我们是梦幻岛吗 真的哦对 就是因为你还记得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有好几次比方说 他就不要再去墾丁那边玩了 然后就是这样整个塞满满的人 结果都没人有事哎 这种大概就这种感觉吧 天佑好像天佑台湾 就是我觉得可以说是奇迹 嗯就是那不然就是各种的那种 或者是什么本土病例啊 最近才刚爆发 这好像也没有什么扩散开来的那种疑虑的感觉 还是要再继续观望啦 当然 其实我觉得真的 我觉得真的全民都戴口罩这件事真的是有很重要的意义 没错没错 因为我现在我也是每天都通勤嘛 对 通勤上班 对 我在火车上 第一个是我下班的时间比较晚 所以我也会尽量坐在就是 呃离人潮比较远的地方 嗯嗯嗯对 就是也空位也比较多 对 然后我也真的是全程戴口罩 然后我也不乱碰东西 嗯嗯 然后只要我一到家里面立刻就是酒精消毒洗手 对对对 对要洗澡 没错 对其实我觉得这些习惯养成了之后啊 其实你还会得病的话那真的就是天意了啦 真的 对 我觉得这应该是要把它融入在生活里面嘛 是 你做习惯了之后你不做反而怪怪的 嗯 真的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对啊对啊 对啊 那回顾这一年啊 你有没有就是 我觉得每个人啊 就是都会在年底的时候开始焦虑说 啊什么年底了 我这一年好像一事无成 就是好没关系 我这一年没有关系 明年我一定要努力 然后就开始在新买的笔记本 对 记事本上面写一大堆年度目标 我跟你讲这就是一个仪式感哦 对 就是几乎每年都是这样子 就是拿到一个新的记事本 其实我现在也都不买记事本 就是我们公司都一定会有 像我们公司固定合作的那个厂商 然后他都会送来 你都会直接用 对我会 我会 我是一个很需要纸本笔记本的人 对因为我在每天工作的时候 我都会写就是代判事项 然后我都会打勾嘛 对然后 就是我去年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觉得很丢脸 因为就是去年 你知道每年都会这样啦 就是好像在跨年之前 都会写明年的年度目标嘛 对 好像就觉得好像是写了之后 是一种好像心想事成嘛 对写了之后就好像有做 对 然后就忘记去看了 就这样过了一年 好那我必须要 我现在来讲一个 你现在手上拿什么东西 国际就是世纪无敌大笑话 就是要公布我2020年开始写的 我倒想知道 你到底是写了什么 非常白痴 我现在翻开了第一页 2020年不消费的一年 瓜胡说 不买不会死 这应该死很多次了吧 对然后再写 知足 你真的颇不知足的 然后呢 然后消化完所有拥有的东西 哪有 我说的意思是说 消化完才可以买 然后还有再加上 存款要达标 你有设定一个目标 对 好我不讲数字了 但是 还有最后一个是 就是消化完所有拥有的东西 还有存款达标 才能非常节制的购买 最想要的东西 你不要再放屁了好不好 对然后呢 但是我的那个存款 只有达到三分之一 你不要讲那些啦 好 我没有讲多少金额 但是反正 至少我有存款 因为我 天哪 至少我有存款 这句话多么的追星赐骨啊 对而且我是有存股票的 哎哟 你终于 我终于年年有余了 你不要把它卖掉哦 可是我就是终于就是 拉你进股海了 当然不会 然后我的必做事项是 拍卖上架 嗯哼 好像这个是只有在前半年 我今年都没有上架东西耶 因为你大部分都上完了 我还有一些东西还没有上 对 然后还有 这个真的是 我看到真的是眼睛想要翻白眼 就是 创作专辑 对啊你在那边 我专辑还 其实我一直都有专辑的计划 但是你知道就是 因为现在这个日更节目啊 真的我觉得 当然我觉得它不能成为理由 但是 我真的一直把这件事情一直往后推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可以让你不要这样 怎样 就是你音效少放一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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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刚刚 至少每一集可以多说半小时 不是你知道我刚刚立刻就是在 就是我们在 我现在在做的时候 我都会开始 就是 揣一下那 这个 这个要放什么音效 我刚刚不是讲到就是 我 终于你也有余了吗 我等一下去录什么歌 你知道吗 余儿余儿 谁都有 哈哈哈哈 已经想好了是不是 对对对 我现在都是用那种制作人的角度 就是一人分尸两角 这职业病不行啦 不会啊 这样很棒啊 但是就是同时就完成了两件事 那请问你的专辑怎么办 好 我跟你讲 其实专辑这件事情啊 因为 它是自己的作品嘛 所以 就是 呃 有人会用一种方法来逼自己 嗯 就是申请政府补助 哦 因为政府补助的东西 就是一定要在那个时间内完成 你知道因为我 对有期限 我认识很多客家歌手 因为我们 电台有曾经做过很多客家音乐的 的那个节目 单元 然后是 都是我负责嘛 然后 所以我都认识那些歌手 然后他们在年底之前都超忙 因为他们就是 玩了玩了 玩了一整年 然后到啊 11月开始一定要出来 一定要出来 12月就要把这个专辑做完 因为它是 它是一个政府的案子 所以你一定要 一个月做一张专辑 蛮厉害的啊 不是一个月做一张专辑 就是一年之内要做完 所以说12月要做完 对可是他在最后面才做啊 对对 所以他们最后都很忙 对 那我是说 就是 呃 像我们电台也是啊 电台就是在某一个时间内 就是譬如说 今年我觉得我最大的成就 是来自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我 就接了那个文化部的专案 而且是两个节目哦 就是 像颠覆故事steam这个 就是儿童科普节目啊 我是 四个月内做了八十集 我们啦 就是因为这个是 大家一起团队合作的结果 我一个人不可能完成了 对 然后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社区节目 就是爱上新竹 我做了五十集 吓死人 都是在四个月内完成 所以说你要怎么样 有重叠到吗 呃 就是整个重叠 而且在同时 整个重叠 而且同时 对 而且在同时的时间 我们在玩这个podcast 夫妻全聊天 日更 开始了吗 那时候 呃 开始啊 就是 我是 我们那个节目 从七月到十一月结案 嗯 然后我们是八月开始做嘛 嗯 对啊 然后其实我觉得 这个就是我今年 最闪亮的作品 嗯 其实你说没有